大家好 我叫刘欣 在私募股权投融资行业工作五年多的时间 是一位了解企业的业务以及人力资源管理 并且了解企业财务法务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今日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求得一份CEO或高级管理的职位 年薪目标是不能低于一百万 税后 并且不包含期权和股权 谢谢各位 先纠正一下 你把你的数字调整一下 我们这说的都是税前 那可以把它调到年薪不低于一百二十万 谢谢 你知道一百二十万税后能拿多少吗 我开的一百二十万我并没有去算 因为我如果年薪拿到一百二十万的话 我的纳税额应该在百分之四十五 一百二十万大概到时候在八十五万到八十六万左右 我来到这个舞台 我想求得的年薪是一百万 如果我不说是税后一百万的话 我说一百万 那可能我实际拿到手的工资不到一百万 那就背离我来求职的初衷了 大家愿意给这样的工资和职位 那就可以为我留灯并且向我提问 谢谢各位 你那个税后一百万的话睡前应该是一百六十万左右 你要不要调到一百六啊 调一百六十万 就不低于一百六十万 对 刘欣你凭什么呀 我在问你凭什么 他二零一三年到八月到智健在工作 可是他二零一九年七月份 就是现在还没有毕业 请您看清楚简历之后再提问 所以你提交一个网教 你可以安静一下吗 所以你是没有拿到正常的 先听我讲完 安静认真看简历再提问 你刚刚这个提问证明你没有认真看简历 你简历都没有认真看清楚 你问我凭什么 我怎么告诉你凭什么 我告诉你 首先我没有看到后面的学习方式 这是我的问题 OK 那就打住我不要再问了 所以听我讲完 凭什么的意义是 你通过现在你还没有拿到 所谓的人力资源管理本科的这个学历 你的一百六十万来源于哪儿 你上一份工作是助理 你这份工作要拿CEO 为什么或者凭什么 福利老师可以请出我大屏幕吗 好 可以 好 来看一下我大屏幕 这是我在中华医学位 显微外科学会年会上 做秘书长 他的姓名我就不透露了 做他的助理 是负责大概五千多人的年会的会议 需要和医药行业的各种展商来对接 需要和中国的各个院士来对接 这样照片是在区块链交易所的成立筹备 名字我也不说 我在当时的话 我是属于这个会议的筹备组成员之一 同时我在工作这几年 一直是担任上千家企业家 或者是几百家企业家BOSS 我们召开同工资峰会 我是属于这个会议的总指挥 这是我在2016年 我的支付宝的支出是73万 2017年的话是110万 2018年是160多万 那我每年我的收入都在增长 我的消费水平也一直在提高 既然你问我凭什么 因为我每年我都可以挣到这么多钱 就这么简单 首先你跟他讲了前面两张照片 跟名人跟再厉害的人合影 不代表你很厉害 刚才你讲了 你做会议的支出对接 其实目前我们相信 15个BOSS企业家的助力都可以完成 这属于最最基础的工作 它不足以支撑你所谓的年薪 第二个所谓的支付宝 我的支付宝金额 相信每个人都非常高 为什么呢 支付宝我转到我自己的银行卡 也算支出 你可以从支付宝转到银行卡 也是给这160万 第一点 展示这个照片并不是说明星合影 我在展示同事说我做那些工作 首先你觉得每位助理可以做 我做的是会议的总指挥 OK 指挥什么 整个会议从筹备到一直进行到结束 所有的活动流程我都需要管 这仅仅是一个会务组 会务组的话一个企业一般的 我跟你讲一个做会务活动的 员工就可以做 冯义 民息资本创始合伙人 民息资本是一家风险投资机构 主要从事于股权融资精品投行业务和融资部闻服务 专注于互联网相费服务等领域的中早期投行与投融资 为创业公司提供深度的创业辅导和战略咨询服务 创始合伙人冯义女士 在互联网加行业具有丰富的成功实践经验 核心团队成功参与了许多上市公司的上市前股权投资 和上市号并购重组 大家不要先带有着 他一定干不了这个工作 拿不了160万年薪的这种想法来问他问题 就事论事 你说你拿出160万的能力 他问他们不要带情绪问问题 对 好不好一个一个来 我的同事正在做一个活动 是什么活动呢 是小米所有的投资公司 有300家企业 我们也是千人的规模 你知道他是所有项目的这个总负责人 这个人的话 确实需要具备很多很多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人值什么 一个月值三万 你比人家多出的这120多万 是从哪里多出来的呢 郭总 我说的会议活动 我只是在我们公司做的 其中的工作之一 负责的一项内容而已 我做的是同样的助理 我在私募股权投融资行业工作了五年多 我是一位熟悉企业业务 人力资源管理 了解财务以及法务 相关的事项 我从基金方面来说 木头管退 每个环节我都深度地参与过 并且有相应的了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所接触的人是全国各地的资产上亿的企业家资源 是我的微信好友 中国投资界 这没有存在可以看我的微信 中国投资界的半壁江山 都是我的微信好友 这个资源是你的资源带给公司的 还是公司的资源让你来对接的 这两件事 这是我通过工作 由公司的资源带给我的 刘欣 你好 我告诉你 你的年薪 你的薪水 是根据你的成绩出来的 我工作第一年的话 我是消灌 第二年 我一个人五个亿破全国记录 第三年的时候 我直接操盘几十亿 然后直接破全国的话 连续破三项记录 这样我才拿到一百多万的年薪 你现在的所有说的 你有成绩吗 你给公司创造的成绩呢 好 你说说你的成绩 没事 那我来说一下 我做人力资源的工作 我给公司创造什么样的业绩 就拿招聘这一项工程来说 我为公司节省了 极大的猎头费用 为什么这么来说 我为公司招聘到了 CPA AIA双证的财务总监 没有花费一分钱猎头费 同时我招到ACCA的财务相关人员 并且我为公司招聘到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CEO 到门公司来工作 是一家教育集团 同时满足门公司 所有岗位的招聘需求 你有没有算过 大概为公司节省了多少钱 可能省了几百万的就跌头费了 省了几百万的也费 对 那我再来问你一下 稍等 我觉得你这样 你亲密的笑是非常不礼貌的 他们怎么笑你 随他去 你只面对那些尊重你的 想给你岗位的人 笑你的人你不用搭理的 好吧 我是在这个台上 曾经招过CEO的人 我不去给你指指点点 因为你自个儿写的说 我是高智商和爱炫耀嘛 对 所以很容易就跟你情绪对立了嘛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你如果做CEO的话 那么开源截流 降本增效 或者存亡进退 取舍得失 你是怎么考虑这个时间跟空间的 首先说第一点 我愿意做CEO的话 一定要负责企业的战略和定位 就拿我们的长知识 军乐宝来举例子 不知道是否可以 可以您说 想问一下您 这个芝士酸奶 推出已经几年了 一年半的时间 一年半的时间 那猛牛 伊利 光明 三元 有没有跟进 来做这个 当然有跟进 但是我没有搜到 他们出产的商业的产品 当光明的穆斯利安推出之后 大量的伊利 猛牛 全部跟进 跟进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做一个新轻的品类 要去想什么 就是它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 如果你一年多了之后 我现在还不知道 伊利推出的 长知识酸奶是什么 猛牛推出的 长知识酸奶是什么 那我有理由可以断定 或去武断地说 您这个市场品类 太窄太小 我觉得那么 为什么跟伊利比呢 这就是你没有CEO的 格局的眼光 为什么要对比 你去融资 别投资亏外 你的企业的标杆企业是什么 不对比 你知道可能吗 我没有 我没有对标期 我没有标根期 对比的前提是什么 对比的前提是了解 对吗 我们不是只有支持了搬运工 你迅速地给出攻略 短计划是2020年 人家怎么做 可以突破市场 举了一个例子而已 并不是支招 并且我也不会为您去支招 您付给我什么费用吗 这个人的思维非常武断 因为他可能没有参与到 其他任何经营里边 就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但实际上在企业作战略的时候 他需要大胆的分析 和逻辑能力在里边的 我觉得他的求职的这种意念 包括求职点 包括对企业的一些认知上 都非常藐视我们 当时其实我是很气愤的 我觉得大家各位CEO 一定要注意一下 人家讲了两个词 一个叫格局 一个叫气度 有情绪不代表没有格局 有情绪不代表没有气度 自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你们记住 你们的身份是面试考官 你们不是去跟他争论 一件事情的对错 你是问问题他答问题 正确或者对错 你自己内心去判断 15个面试官有15种标准 因为每个人的素质 都有高低的不同 但是尽可能地保持 问问题的秩序 我觉得老板 他首先应该去 耐心地去沟通 对 而且并且还有一点是 他能够耐心地去倾听 所以我觉得上台上的老板 都没有做到这两点 我们把那个话语拳交给主持人 原因在哪呢 基本上这个选手上台 是来秒杀你们的 因为他觉得宁有种乎 在他眼中 这里头没有看得上的 包括您 对 也包括我 对 我知道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专精于事 跟他去PK 是中招了 那如果图卫老师 您约人无数 以洞察他的心理来讲的话 他今天上台 是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呀 大家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行为了 有些时候 我们真的是有错误的 我们问一个问题 不让人家问完 随意地就插进来 问到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呢 说句实在话 刚才他说 当我回答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人冷笑我 这其实确实是一种不尊重 当然这种微笑 我在你脸上也看见了 后来 就是他们是做错的 你没必要跟他们一样 明白明白 如果是说 今天来面试的 就是一个CEO职位的人 我们先不要说 他肯定做不了 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做不了 这种想法去问问题 那就显得自己太low了 这个选手 其实我们能看出来 他还是有能力的 但是我们在现场 拿一个高高的标准 来证明你是错的 其实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 对选手来说的 爱护度不够 接下来我来问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是 你来面试一个高管职务 对 你肯定是有备而来 有目标的 哪几家企业是你的目标 回答一下 推倒这个问题 我没有目标 为什么 就像我一上台 大家这种亲面 对吧 和不屑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我希望通过 我们平等的对话和沟通 你了解我的能力 之后 你愿意给我这个职位 既然你欣赏我 我也愿意进入到 您的企业当中 去贡献我的价值 可以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也列过别人 对 面试这样的高管职务 同时对自己能力 如此自信的人 为什么没有 其他的高管的 邀请的机会 或猎头猎你的机会 你要跑这来 其实你是想问 有没有其他 你接受的人 去邀请你 去他们公司工作 差不多吧 其实就这个问题 我个人 目前第一 从来没有表达过 要去其他平台 或找其他人 找工作想法 我可以这样说 说一句话 我们老板 去向每一位投资人 介绍我的时候 会说 刘欣 我的脾气 刘欣 必须要停止了 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 大家都把话筒拿下来 必须要讲 都把话筒拿下来 没有什么必须要讲的 因为我觉得 你刚才讲的有点不对 谁讲的有点不对 因为这个舞台上 没有人要轻蔑他 跟轻视他 因为所有的 企业家对他的事 都是因为他的表现 而折住了 谁说的 没有人轻蔑他 我轻蔑了 我都冷笑了呀 我轻蔑了呀 那你要不要问一下 我为什么冷笑呢 我可以说一下 我不想知道吗 其实图老师是知道 每一个选手 我对他们态度都很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冷笑 为什么呢 你都说了你老板 跟别人介绍你是嫡系 你自己的老板 都不能给你开出 一百多万的年薪 你当我们这些老板 是傻子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的 所作所为 都是最后为了招聘嘛 与招聘无关的事情 或者没有结果 和正确答案的事情 咱们不要揪着不放 有意义嘛 都没有意义 刚才马瑞说我说错了 说有人轻蔑他 轻蔑不轻蔑 是似乎于你自己内心的标准 吴正就认为我就轻蔑了 你认为你没有 但最终他判断地 感受到的结果是什么 是由他自己做判断的 我是觉得 就刚刚的争吵当中 完全可以看出 哪个人有逻辑 哪个人没有逻辑 就是大家也不彼此 听彼此的话 然后疯狂地去表达观点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表现 平心而论非常欠佳 但是我想说一点 他跟我冷笑了一点 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经常冷笑 还经常冷笑 你们今天扯平了 咱们冷笑了他 他也冷笑了咱们 对吧 但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 首先第一点 我希望你能指出来 欠佳 欠佳在哪里 回答我 你们问我做过什么 我回答我做了什么 并且举了例子 你们可以去查证 对吗 你就做个工作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你问他欠佳 本身这个问题就欠佳 你说我欠佳欠佳 你没必要问 他有他的判断 你认为不欠佳 你坚持不就是了吗 我觉得我可以改正 尤其说我欠佳佳 你哪里是改正的虚心态度 你真是 蒙谁呢 我就 比如说我今天说 他表现欠佳 他问我哪里欠佳 我是可以告诉他根据的 我点问题 你看你刚才问说 我觉得你今天表现欠佳 他的原话是什么话 请问我哪里表现欠佳 对 你们问的问题 我都问了 他这是在请教 我哪里欠佳吗 他是要让你闭嘴 我一点不欠佳 对 而我承认 就有的时候双方的态度 交流问题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就没有必要问了 给彼此一块遮羞布吧 不说欠佳 干嘛要撕的意思不挂呢 扯得干干净净 有意思吗 对 对 对